狗为什么喜欢对车轮胎树撒尿如何避免 狗最害怕什么气味 现在越来越多人养宠物 特别是较为乖巧的小狗 养狗需要每天去溜 排掉它们堆积了一天的废物 一到晚上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小狗在街边游荡 小狗们这里闻闻那里闻闻 一遇到树木和轮胎 大概率都要抬起它们的后脚撒上一泡尿 传说中 啸天犬就在哪吒的烽火轮上撒了一泡尿 导致哪吒摔了个大跟头 这狗看到车轮胎和树木也会欲罢不能吗 这个坏习惯其实要追溯到狗的祖先 一批变异的狼 它们会主动接近人 还能够适应人类所吃的食物 相比其他狼要温顺得多 如此 人类开始将其驯服成人类的好帮手 而一些刻在基因的习惯并没有改变 领地意识就是其中之一 在陌生的环境下 狗会利用尿液标记自己的领地范围 主要标记的位置是树木的根部 以及地面上的岩石 将其作为侵占领地的一个标记 如今城市中的树木越来越少 车反而越来越多 这巨型的轮胎也被狗视为一种地理标志 才会进行撒尿 除了领地意识 还有向其他狗类发送求偶信号 在这些地方上留下自己的标志 让异性闻到自己的气味 下次若是能碰上就一拍即合 树根下对人的影响并不大 但在车轮上难免会遭到一些人的嫌弃 那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对车轮进行遮挡 用纸板或者模板进行遮掩 其次就是喷上一些刺激性的气味 狗的嗅觉非常灵敏 若是在轮胎上喷上一些辣椒水 张脑丸水等持续性散发刺激性的气味 可以有效地杜绝狗狗的撒鸟攻击 除此之外 你们还有哪些解决方法吗